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金尺不添加的国民营养好豆奶 豆本豆豆奶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名模一号可以吃的超级面膜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没出事呢 师父 别赶我走 我要保护您去西天取经 不许再提金箍棒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张老师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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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您怎么知道 我都记得呀 您昨天是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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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十月 昨天晚上你帮朋友大家聚聚会 因为大家知道就12号是我的生日四月 因为盐怀你老师父也山河上的演员那天去世 所以我当时我说这一天就 以后永远就不举办社会这种形式了 但其实按那个老的习俗 昨天应该是您的一个大的一个日子 因为大家都过久不过时嘛 是是是 所以其实按道理说 应该是比较隆重的大办一次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太在意这个东西 有时候跟我安人一起吃个饭 有时候朋友聚会 就基本上就 你看昨天我看到那么多 包括黄晓明那些圈里的朋友 都帮我发生日做 我都没讲 完了他们都知道 我就包括做生日蛋糕 有的做孙悟空 有的做我本人的 挺感动的 但是我想还是 我们都演好的戏 都演新的角色 保持一种青春旧旧就可以了 您记得真好 没有我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就是你这个锻炼身体 就一定是要随远随机 坐个地铁 你不要埋怨 比如说没有椅子坐 觉得很累 你看你看 那个脚这么颠着了吗 你这么颠腹肌和腰肌 还有那个腿上 那个后腿小腿之类的那个力度 那坐也是 坐你比如说 咱们现在在坐这 要我跟你说 我这么做的呢 这么说的也在练吗 有时候我把脚排进了 练腰股呢 挺着腰股 还有我们那个后腿 那么经常越横越好 那么我这么跟你说 我也练了 你看我现在那么大双眼皮 以前你小时候 我的眼睛是单眼皮 我都不记得 真的 我真没睡过 孙悟空的单眼皮 双眼皮 所以我告诉年轻人 我说你不用开刀 可以练 还有因为我拍西游戏六年 你看这不有 下面眼圈上画一圈黑的 上面有一个月亮形的一个金边 金边我这一正眼的是看不见的 一扎一亮 一扎一亮开刀 以前我说单眼皮 这么近不就不用上眼皮了 就可以 真的是可以练出来 你不用 不用去拉 不用开刀 还有一个也挺神奇的 我这次还发现好多细节 就按道理说 您演这些演这么多年 脸部表情 它缺挺多的 应该皱纹比我们一般人要多很多才对 但您都没有什么态度 比如说我西游戏电视剧贴这个脸 全部用 特别毁皮肤的 精胶会毁皮肤 还不是毁皮肤问题 如果很多 相当一部分演员 一切脸就过敏 红的 有根本这个角色演不了了 所以我还好在脸痛快一点 基本上 四五天要掉一层皮脸上 因为你卸妆是要用酒精去卸 就撕撕撕 完了所以我这皮肤可能比以前还白了 就凹的 那个脸一沾 沾十几个小时 今天地方小 正好下着雨 是吧 你看它 转过去 您从来没有打碎过东西把它练着 没有 从来没有啊 小时候有 小时候拿大顶把东西砸了 正常的 所以像这些东西 其实呢 同样的棍子 对吧 你说比如说 我们机位冲着我 我这么拿着就不太好看 我就斜着四十五度角 你看这就好看 对吧 如果扛着的话 你看三七这个位置 也是四十五度角 是不是这样好看 看来四十五度角 自拍是有道理的 对 如果你像这样好看了 要这样好看了 必然四十五度角 您是哪年戴眼镜的 我忘了 我是从那个 其实就是杨洁导演 把我从那个浙江困境团 叫到北京来 像那个考试一样 电视一样的时候 已经进士了 那您的进士是有多少度啊 最厉害的时候 是六百度进士 两百度散光 我现在拿着 看着都是虚的 那您怎么能保证 这眼神还这么有神呢 这么清楚 一般进士眼的人 不带眼睛眼 你就是发虚的 是 你看我跟对方武打的时候 就比如妖怪 小猴子交流的时候 杨导演就给安排 包括我们两位副导演 这些叫半底眼睛 这些眼睛基本上都不动 今天你贴上猴子 是小猴子 贴上小腰 就是小腰 我这姑娘爬一过去 今世间看不清 他就躲我 他知道你眼神不好 这么近都看不见 看不见 你有什么想要跳上去 像这种啊 现在不跳上去了吧 今世间不行啊 一到这 以外是到这 哗的一下就磕在那了 就这个距离感没有 现在我戴着眼睛可以 那样在舞台上怎么办 这也是个 就完全就不清楚 就虚啊 完全要凭感觉去弄 但后来我就不是这样 晚上呢我就把灯 比如在物理不拍戏 都关掉 点一煮香 那个时候你就去变为 那个香烟 那个烟头啊怎么走 就是定因为这个试点 很重要 今世间目光是散 定那个试点看呢 找 还有就是演的时候 我要跟摄像师配合好 比如说我要发现 妖怪这个镜头 我说一二三 啪一回头 他就知道 啪一击退 就这种镜头要互相配合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一人说 其实一个人一生啊 就不是很长 就真正好的时间 抓住一个妓女 就去做好 做成一件事 就了不起 可能上一次是因为 好多人在一起 只是回忆这个拍戏的 这个过程 那这一次有更多时间 表达他个人的 很多的想法 反正就这一次 我会发现 他原来有内心 有这么多的 想表达的那种意见 跟声音 他的改变在于 这六年 他倒没有说 啊变老了 没有 比如浑身穿的那种红 然后他的那种 身上会有那种 愤青的那种色彩 就他特别敢说 会有自己的想法 岛很大 就这些东西 这些特质我以前 没有印象那么深刻 您的那个标志就是红色 就是西游戏完成以后 我就一直说 我说那时候 我们在猴戏的传承吧 也如果传承一种精神 就是一种红色 然后眼镜这么多年 都是这个金丝编的眼镜 金丝编的眼镜们 大学小学做活动了 他们说我们看不见你的眼镜 那我就陪着 对对 金丝眼镜 张老师 您不是来这潘家瑶的装备 您 对 我对问 他们说您的那个装备 拍张老师脸的特写 再次证明防晒多么重要 你看 一会儿 你能不能认识我的 您要是不戴眼镜 就戴口罩也不行吗 你把眼镜一看就是我 眼镜一看就是你 然后我还有什么 比如我要看东西了 这个不行啊 你看我拍这个眼镜 他们说能不能 我也不懂 给我留着呢 那您如果就戴墨镜 戴墨镜不戴口罩呢 也不行 后来人家看房间说 老师你换个头 我们都能认识的 你一开口太多 你看要么这样也够像 不是我觉得您有猜 你看因为我的嘴很有猜 一看就看 主要因为您老去人都熟了 您 后来我就戴了帽子 我今天因为 咱们录制那个节目是六周年 我说戴了个溜溜 每天帽子都给我 我看您的帽子 张老师造型特别的 都是潮牌 拍牌都是潮牌 我朋友 潘家友好多好多年没去过了 您是每周都要去一次是吧 因为我这里有很多朋友 他们都有我的微信熟悉的 叫我张老师 有的不是很熟悉 叫六老师 再不熟悉就叫猴老师 还叫猴老师 猴老师有你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 那好 因为你收藏 它一个是一种乐趣 或许每次去 你看我经常发微博 每次去可能就没有收获 等到突然有一次偶然 收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那种状态 就不是用言语可以比 家里都放不下来 我爱得说成猴上了 六小灵童艺术馆 现在是六七处了 六小灵童在参加西游记拍摄以来 前后三十余年里 从各地收藏了众多的西游记猴子相关的艺术品 很多收藏 它都放在自己的六小灵童艺术馆里 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六七处艺术馆 零零总总包括了六小灵童收藏的 自二三十年代以来 海内外出版的各类印刷品 雕塑 瓷器 木器 服饰 用具 兵器 道具等等 从酷爱到痴迷 六小灵童平时最喜欢逛的 就是北京的潘家园救货市场 平时我都戴着口罩戴着墨镜 因为咱们节目去主要是怕麻烦人家 咱们就去临床去的那个摊 咱们就去临床去的那个摊 这个你看是一个带棚的艇 它里面有很多字画 帮我这个皮影踩绳 这个古迹书店 古迹他们都帮我收 那个西游记 比如清代 明代的 古迹你也收啊 古迹收啊 这是全方位的 上次我这个老板 就是卖给我一个西游记题材 三大白骨精的暖壶 也门上 它有时候有一个大闹天宫 上次我买了 你看有一些猴烈的都帮我收的 但是我有了我就不要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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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老朋友了 有时候我买的东西 要去别的地方很沉 我就放着它去 对吧 有时候呢 他给我收藏一些东西 还有呢更有趣的 比如说我去看完一个东西 我说这个东西多少 他说一千五 没认识我来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贵的 但是我要去说肯定价格 他帮你说 他就说行了 人家认为他是大腕 有心 有钱 所以呢 是有钱 心理价位就较高一些 实际上价值不到那么多 他已经念的火眼机型了 只要一回到北京 肯定是潘迪元必见了豪哥 而且呢每次提的大包小刀 这又是他的 这都是您的 成了他的仓库了 这都买的什么呀 这都是 有时候给小朋友就是好玩 这是民国版的西游记 各种版本的西游记 书版繁体字 我一看那个面 我就知道是民国版 大概是四几年左右 我想知道您这套书 多少钱买的 现在这套书 大概也得在四五百 要在封面好的话 新的话应该在一两千 这脸盆也是啊 脸盆也是带好红吗 这不是那个孙悟空吗 最后要断舍离 不能买这么多了 拼到什么程度啊 像这个我们排女孩 说起来有四千多家 他少赚也要赚到一千来家吧 每次啊 他这一赚 你必须得赚啊 要不你怎么 这一赚千来家 要花三四个小时 不辛苦的吧 一搞哎呀太累了 辛苦了跑出来 坐了歇会 腰疼的同时啊 如果来了一个电话 张老师 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 文化的东西 他就像那个美后王附体 让你吞的就出去了 我一个一个说你看 我们的比较杂 应该做节目带的 你比如说这是那个张 寿山石 这是什么石啊 宋悟空寿山石 你看 比如说有时候 你看我这个带的不是有个小猴子吗 您这是金的 不是 这是有一点动心 这是银 银桌是金箍棒 金箍棒那些金箍子 我觉得就是一种意识 一种感觉 你看这个笔不也是松 这是好玩 你看是充电器 我女儿给我买的 所以您的厕房 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牛票 所有跟红 跟生物共有关的东西 他摘一些画 这一张是当年 就总理报我哥哥的照片 但是80年代有一个画 他重新画了一下 作为宣传画 当年我没有收到 在盘江也收到了 这也是一个 你看 这个棉花是80年的 就是我西游记88年 拨完以后 他是89年 跟着我的形象做的 那我给您看看 我先给您献下包 这个我刚才在那儿 给您搜的一个 就当生日礼物吧 谢谢 您好 您好 谢谢 给六爷爷留的 大房天工 特别经典的 这是哪一年的那个版本的 这是80年代的那个版本 84年的 对 这个保持的这个状态还挺满的 这要多少钱呢 收藏 这个两千块钱 这么贵啊 这么贵啊 因为年头好 这么贵啊 这个品样特别好 我早知道 我小时候都留着 连环画 对对对 还是你们这个一个 友情价两千 如果市场价 一般的人买的 多少钱呢 这个 这个品样好的 三十千的也有 您最好的价格 就是两千了 给六爷爷留的 这样呢 那就咱们 你给我一千八吧 行行 当年的定价是四毛九 五毛钱都不到 对 84年 那现在过了三十 三十五年 两千到五毛 涨多少倍啊 这个比存钱 比做什么股票 什么都赚钱 对 还连环画比较好 连环画画 我后悔死了 什么东西 谢谢谢谢 你刚收的 刚收的 这是84年版的 这是一个那个 大大天宫的连环画 非常好 他你这个还贵品项啊 有些品项就这里 折了 或者脏了就便宜了 这个挺好 我放到我的那个 六小零龙艺术馆去吧 这是我们上次 做节目当中 很多照片 我们做了一个相册 这是一二年做的 对啊 导演什么都还在 那时候 你看就你那一次 是咱们西游戏 最长的一次 好多是 台湾这个戏 可能就没见了 挺想见见大家的 毕竟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真是 有很多感慨 我觉得时间过得 实在是太快了 没想到一转眼 这么长 一下就三十年了 真是实在是没想到 人生三十年 你说人能有几个三十年 想到能即将能见到一些个 阔别已久的老朋友 也是挺高兴 挺激动 这个就剧组手 我们自己在这 不要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你说了就给你 看一个 看一个 我们去 你好啊 哈哈哈哈 哎呀 余露啊 你好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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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你才這樣 才這樣 我應該叫你師傅 你才是中台師傅 你上戲說師傅 你沒怎麼變你吃什麼東西 你還沒變 頭髮板面 頭髮板面 腰板 非常感謝這次辦這個節目 我們有二十年沒見的 有十幾年沒見的老朋友 老兄弟們 老朋友們 老姐們老哥們們 能到一起非常 我們能有這樣的觀眾 我們高興 來我們歡迎楊潔導演 還有黃崇秋老師 我們要有個合影 都上來吧 對 都上來 二 一 天 您頭髮的顏色還是完全是自然的黑嗎 還是染過 對 還是有些處理的 那肯定年齡在的 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就是有 還可以 越微有一些白 跟同年齡的時候我是可以的 我說我常常也是為了做演戲 我發現跟你聊天很神奇 咱倆不管這個話題從哪起 最後會落到猴和孫空 往那引到那去 因為我覺得這個話題最可以掰開樓碎跟那家去交流 很難想像你怎麼去表現這個電視劇當中心歪了 但是我一開始就是走完路了嘛 導演說不要按你戲劇的這些程式去表演 就那個東西都沒有怎麼行呢 我看見那個桃子那麼大 哈哈 高興 你這得有啊 可是我就把這都不敢做了 這不是戲劇的嗎 哈哈 這不舒服了 所以該有的還得有 哎呦 我看這個東西我要去拿 過去幹嘛拿 哎看看周圍有沒有 沒有 這不是哪些 這什麼東西 聞一聞 再看看有沒有人 他的下意識不是小偷 完了一撕 啊怎麼吃 那個過程就有了 你這個都按戲劇就摞過來 叭叭叭叭叭 如果這個沒有 就全部完全就是 我們就水了沒有魅力了 嗯 在八幾年那時候出了那麼多經典 您這一版的西遊記 八七版的《紅樓夢》 這當然也是因為那個特殊的年代 能夠允許演員們 創作者們有那樣的一個奢侈幾年時間 十七年就拍這一部戲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原因 你為什麼都在那個時代出現了 應該說趕上一個好的時代 允許你這樣去摸這樣去拍 一個大環境 對 經濟環境 整體的所有的環境 你的初衷 你是幹嘛去了 對 你是為了錢那就不能說了 所以我就一直講 這一塊玉你十年的大事雕呢 和你十天雕出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你現在神話劇 誰知道孫紅長什麼樣 我也不是第一個演孫紅的演員 那沒辦法 所以不叫先入為主 因為你演的當時我們的初衷 我這話說的可能是 有一點大了或者狂了 過去叫一千個心目中 觀眾心目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我當時自己努力的方向 就是希望以後一千個觀眾心目中 只有一個美好王 別的我不敢說 在中華大地上 大家一說 孫悟空可能 第一個更多的想到的是我 一說六小零頭 怎麼演孫悟空演員 就是您 那這麼多年演孫悟空 談孫悟空 所有的一切大部分都跟孫悟空有關 從來沒有厭倦過的時候嗎 沒有 所以很多人認為你是不是走火入魔 其實不是 不風魔不成棄 那是肯定的 不用解釋 但是如果說我上街老這麼走的 那一看那是有病了 你得分事情 所以按您的話說 某種程度上 一個成氣候的大藝術家 多多少少是不風魔不成氣的 那按這個標準 您是百分之多少的那個風魔的那個成步 我一個起碼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你生活的一切 你比較高端的那個了 對呀 你基本上因為博學固然好 但一定是學有所欲 因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還有一句 我就一直認為就是我是 別說中國 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演員 為什麼 說為什麼 廣中國十四億 我不說全部 大部分人都看過我演的這版喜劉集 哪個演員敢這麼上台問這方 所以我說 哎呀國際影星 這個影星那影星 這個廣中國這麼多觀眾熟悉我 而且到現在的孩子還在支持我 這個現象是以前是沒有的 這可以是個吉尼斯記錄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叫當紅 某某某紅都不得了 你父母特別喜歡他 到你這你一看 是不錯 但是好像沒有你們那麼寫 或怎麼會崇拜的這個樣子 我現在崇拜誰 肯定是這樣 因為明星都很難跨代的 對呀 明星一定是屬於某一個年代 比如你80後喜歡90後想 很少跨代的 但西遊記的確是跨代的 所以我的壓力就很大 那到現在為止 重播四千多遍 成為吉尼斯記 首先您不能變老 如果您變老的話 觀眾會崩潰一下 我去學校最感動的 就是一個小孩舉了個拍子 我未成長不許你老 我當時演的我就下來了 一個演員 連老的權力都沒有的時候 那是最大的榮幸 誰不拉我 所以我在那個到任何時候 他想啊 還得一直提著欠揚 回去有時候趕好發燒 再犯困 你沒辦法 那天我也問過一個演員 我說這一輩子 你就演一個角色 特別特別棒 特別特別好 比如說欧丸奔翔演賈寶玉 我張老師演的這個孫悟空 但這一輩你再演別的 演的你再好 觀眾還是美猴王 還是賈寶玉 你心裡會覺得有成就感 還是會有一些不甘心 他說都會有 您呢 一個演員一生 有一個角色 別說像我這樣了 真的是我們要感謝這個時代 和吳承恩先生 有這樣一部偉大的小說 你看我演過周董璃 魯迅 胡逝 包括像新燕子李塞裡頭演那個 李賢那個武術家 我自己都非常喜歡那個角色 好像都都沒有習近的成就那麼大 而且孫悟空對我來講 不光是我們家 張氏家族 是我自己 藝術人生道路上的 喜馬拉雅山的珠峰 那最高的你還怎麼高呢 其實人 自慧智力都差不了太多 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做好什麼 能做成什麼 您怕被觀眾忘嗎 被觀眾忘都不會 被觀眾忘 因為觀眾不大可能忘 忘我就覺得 一定是你的東西沒有生命力 所以第一您不會被遺忘 第二您怕老嗎 不怕老 為什麼 因為它是個自然規律 怕老是什麼 就是我老了我演不動孫悟空 就比如說我今年59 昨天是59生日 69 79 89 只要我在這個世上做什麼 我心裡都知道 那我能問一下您69幹嘛呢 十年以後 我想69應該還在拍電影戲劇 我想他應該在某一個 某一段時間吧 內心也會有那種 哎呀 沒有塑造更多的角色 我想他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就是你接受命運的安排 因為你已經獲得了命運的 非常慷慨的馈贈 那麼你慢慢明白 你不可能要求更多 然後你就會豁然開朗 然後你會發現 在任何一個領域 都有可能深耕 那既然你承載了 命運的厚愛和馈贈的話 你就會有很多的使命 去以你的方式去繼承 去發揚光大 做得好或者不好 那是別人的評價 但他至少是以自己的方式 在力所能及的作者 本欄目由港榮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獨家冠名播出 本欄目由肠胃有活力 人生有動力 胃動力乳酸菌特約播出 本節目由堅持不添加的 國民營養好豆奶 豆本豆豆奶 贊助播出 那麼其實是一種誹謗 好戲藝術 可以百壞其策 就人在某這段 可能會有一些 灰心喪氣的時候 天地本不全 今天哪有其一全之理 希望給美猴王 留下一片情感的精準 我在網上喷名的人多嗎 我覺得很不理解 很委屈 完全是對我的這個人格的 一種曲解 我覺得就是人的一生 你該走那一條路 他最終怎樣都會 讓你走到那條路 松空叫白骨 你叫金金 白骨你叫松空叫空空 猴子像不衛生的 老友獅子吃 不安然 你安然 來 就我的意思 來 親愛的來 本欄目由港榮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獨家冠名播出 本欄目由 腸胃有活力 人生有動力 胃動力乳酸菌 特約播出 感謝3158創業信息網 的大力支持 創業找項目 登陸3158.4N 本節目由堅持不添加的 國民營養好豆奶 豆本豆豆奶 贊助播出 這麼多年 您看別的版本的電視 就電影的那個 跟西游記有關的 這種大的電影 您看到過有讓您 特滿意的嗎 我從根本 哪一部具體 您就是有沒有看到滿意的 我從根上 我是更多的遵從 我們中國傳統戲曲猴戚的表演 所以沒有 因為我是從這出來的 那你比如說說到卡通 我可以說到外來明先生 那個大腦天空 那我個人認為 幾乎沒有可能超越他 就那個時候 我們是選人物 不是你歌星 你影星 你有名我讓你演送文空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要沒有這個底子來說的話 那你只是演一下 作為一個娛樂 我覺得 我也不予發表一些 但是有一點是肯定 就是我們中國內地 現在影視作品 網絡沒有分歧 比如某個網絡也是這樣 我就提供平台 他們上面 我也看到你很多那些文章 那你去解釋 你怎麼解釋 沒有任何道理 你明明知道不是這個事 你還要取登 那麼其實是一種誹謗 或者是一種侮辱 談事 或者具體談 對你藝術的一些評價 這個我們可以平等交流 那麼演戲也是這樣 猴系藝術可以百話其法 但是西游文化 無論你怎麼變 它的精髓和它的魂不能變 你西游記 你這樣一部幾千年來的一個 我們中華民族 值得驕傲的神話巨著 你變成一部愛情小說行嗎 孫悟空跟女妖精修 又談情說愛 你再欺美有意義嗎 中華民族五千年 我說不缺 葛科可欺的愛情故事 希望給美猴王 留下一片情感的淨土 那當您表達自己的 這種憤怒的觀點之後 在網上喷您的人多嗎 以前沒有 現在也有那麼幾個 因為視野孫悟空一局 而深入人心 家喻戶曉的六小玲童 也因為對西游記的維護引來非議 網絡上流傳著 他以美猴王正統自居的新聞 六小玲童說自己是唯一真正的美猴王 六小玲童否定其他人的西游記演繹版本 六小玲童反對一切西游記改編作品上映 種種傳言眾說紛紜 一時間他成了妄讀壟斷西游記作品的西霸 你別看我好像老是聊了聊就不在乎這個 我是非常在乎這個 所以我覺得很不理解很委屈 你完全是對我的這個人格的一種曲解 不應該是這樣 理性話特讓您委屈 比如說我心目中別的都不是孫悟空 只有我是 我是孫悟空代言人 我說過這話嗎 什麼場合什麼地點我說過嗎 但他這麼一說 可能有一部分人以為可能正是 我沒說過 對吧 但是我在表演孫悟空的這個 形象的形體的時候 我做過一些比較 而且我從來不說某某人的性命和影片的名字 他就跟你怼啊 你看那時候我記得李連傑先生演了一個 跟成龍先生一個電影 你說他演孫悟空 我覺得挺有意思 挺好玩的是吧 他就來採訪我記者 說你談一談李連傑先生孫悟空的印象 我說李連傑是我們非常尊敬的功夫巨星 為中華武術推向世界做了很多工作 儘管我們不相識 我說挺好的 你覺得他演得好嗎 我說這個我不好評價 不是你認為就不說他 就怎麼能演好孫悟空 我說比如說要演好孫悟空 第一個老師就要請教鄭猴子 完了他第二天標題就出來了 六小林總說李連傑應該去養一隻猴子 明白 完了我說有些動作 你孫悟空跟三打白骨精是一個經典的段子 你居然孫悟空和白骨精都談起來 戀愛有一部影片當中 哇 底下笑 孫悟空叫白骨精叫精精 白骨精叫孫悟空 底下又笑 我說你這個愛憎分明黑白都顛倒 這個怎麼行呢 我不止某一部戲 好 他就跟你套 是誰誰誰的戲 六小林總抨擊誰誰誰 那我不說誰來說 有的家長叫我 老師就您能說 我們說沒有用啊 孩子一直在看這些東西怎麼辦呢 那我還是要盡我的作為一個演員那個責任去講 我第一不是領導 第二我是無黨派人士 我沒有任何職務 課長我都沒當過 對吧 但是我又作為演員有一個責任和義務去講我的態度 所以你就指責我說 現在有的稱我是西霸 就是西游記的霸 任何一部戲出來你就出來講 後來我就不講了 就我戴口罩 我不說了 你採訪 我沒看 我不知道 不 你說兩句 我不說了 一說你又說我出來指責這指責呢 那你要聽我實話 我就跟你講實話 到目前為止 找過我所有拍西游記的不下二十個 全是我心目中就是西游惡的 甚至有的大電集團直接就跟你講 對你的這份情 這份心我們很敬重 但是 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文學系的高材手 現在當心的 但是 市場是殘酷的 所以我們下一步跟某某某 還是蘇文康百五斤談戀 非常抱歉 哎呦 那個時候我的心情在流血了 一等又等了十年 我覺得就是人的一生你該走那一條路 他最終怎樣都會讓你走到那條路 所以說很多人講 比如孫悟空 那是請你去演 那比如別人也演得紅 那現在你可以拍 沒有人注視你去拍 現在條件比我那個時候好啊 造型你的那個面具的那個質量 我那時候比如貼的臉 那臉都不怎麼會動 所以我給他確定什麼叫遠景見行 你比如全景 我都有的猴子動作叫見行 近景見神 我腳架無所謂 他給我近景見 啪一看 主要是看眼神 眼睛老在那動 跟你交流什麼 就顯得很靈活 那其實我們有的年輕人 他的材料比我好畫了個猴子 他老不動 那不是不動 這是需要基本功的 還有一種沒有練 我那不光是六年拍 我對著鏡子要去練 對啊 這現練是練不出來的 也有亂動呢 那你可不舒服了 那猴子像不衛生的 老有獅子吃的東西 就這個東西呢 它是個藝術 所以不是我一個人 幾代人都這麼下來的 這都是技巧張老師 這不是說 所以你當我看到 那完全不是人物的時候 你說那我要出於藝術家的良性 我可以不說 就讓你講 其實張老師脾氣不是很好 在這方面 我看出來了 我脾氣好就是 不錯不錯挺好挺好 那叫脾氣好 那我這不行那就是不行了 我覺得我們倆聊得還挺盡興的 我最大的感觸就是覺得 哇就一個人特別敢於表達 不在乎我的表達 會不會給我帶來 很多的什麼麻煩 就暢快淚淚的我 看不順眼我就說 我覺得特別好 然後我就覺得 人都到了六十歲的這個時候 還不想什麼就說什麼的話 我覺得挺冤的 我覺得人到了一定階段 就應該是無欲則剛 不叫完全是無欲 而是一種我都經歷過 我都見識過了 沒什麼無所謂 那我就想表達 我想表達的 我覺得人應該是年紀越長 越無所謂 就您可能在某些時候 就是因為等待時間挺長的嘛 本來以為能夠再拍一個孫悟空 但一看惡搞 又等了十年又等了幾年 就人在某階段 可能會有一些灰心丧氣的時候 會有一些失落的時候 您這種時刻多嗎 我告訴年輕人 就是我那句話 苦練七十二遍 笑退八十一難 幹嘛呢 就是收藏 就是那個時候 你已經用這個收藏的愛好 把那些時間填充掉 對 所以我從來沒有像 我們別的演員 魯豫導演 你最近有沒有信心 我這都待著呢 給我想著了我 從來不打這種電話 我可以不拍 那麼一個是收藏 還有一個寫術 所以我覺得張老師 您的性格很好 在於什麼呢 您的性格當中 有那種特別豁達的東西 我搞收藏 我做相關的跟學員交流 延續了 延續了 而且我拖寬了 而且我自己是釋懷的 經常講 有的人就可能是 短跑第一名 有的是長跑 所以我是覺得 人的一生就是個長跑 大家都這麼講啊 您短跑也不錯啊 當年 就走到最 有的人覺得你 找成名是不是對你不好 找成名怎麼不好 方便很多啊 你自己要對自己 有一個戒律的東西 否則我覺得 還是一個著名的演員 著名的藝術家 現在我變成收藏家了 又拿過一個 英國吉尼斯的 收藏西游季艺术品 最多的人 所以我覺得您呢 您屬於人系不分 裡面那個 恰到好處的那種狀態 我不就覺得 對 我說孫悟空的 猴王精神是什麼 憑摩金曲 不屈不挠 我最欣賞的就是 樂觀 華觀 向上 有幾個問題 出演過的角色當中 您最深刻的一句台詞是什麼 夏靖史上孫悟空 說了一句 以重性唱了話 跟師父說 師父你不要難受人的意思 天地本不全 精卷哪有齐一全之理啊 就是我們追求的一個過程 不要過度想像 有說全了反而會挺嚇人的 我覺得 看這無字經而什麼 這更多的是 展示你的一種精神 您現在功力 比以前來說 有沒有一點點的 抱歉我用這個詞退步 沒關係 演技的從理論上 肯定比以前豐富 但有些體力上的東西 比如說我以前跳那麼高 現在肯定跳不上了 張金來 六小林童 孫悟空 這三個稱呼 代表了三個形象 您一天24小時 每個形象 您覺得各自佔多少時間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我覺得 那如果說我不拍戲的話 我就是百分之 比如說 六七十就是張金來 三四十 我還要對付我的一些收藏 一些考慮一些事情 一些什麼方面 您是六小林童 那麼如果拍戲的時候 如果拍西游季的戲的時候 百分之九十以上 就是拍西游季的孫悟空的感覺 您在什麼時候 有那種孫悟空附體的感覺嗎 就是演戲 一旦扮上 投入情緒 一旦扮上的時候 我必須得扮上 啪 那個鏡頭是這種感覺 還有就是用動情戲的時候 比如說真家美猴王有一個鏡頭 唐僧最後不是被我救出來了嗎 救出來以後 他見了孫悟空 又想去接這個師父 又覺得自己是師父 就不好意思 我又想叫師父 又覺得怕師父不答應 就這個師父 那感覺 師父 就出了 眼淚就一下就下 就這種情緒的時候 完全就像在戲裡頭一樣 而且基本上可以說 我演戲的話 畫完整百分之九十左右 全部在這個人物裡頭 人戲不分是一種怎樣的狀態 幸福的狀態 還是挺詭異的狀態 就是我個人這麼說 很多藝術家說 我死也死在台上 你們沒有上過舞台的舞台演員 是不可能理解的 你想 你看我家後又是這樣 帶動作 開始給大家表演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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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去了 你想這個是對我現在這個年齡 身體最不好的 應該活動活動慢慢弄 稍微緩一點 不要那麼激烈 不行了 音樂一起旋往 所以舞台就是戰場 是你天打 您會戰鬥到最後一刻 肯定是這樣 就自己身體還允許的情況之下 到最後一刻 一直在耍不動位置 所以觀眾說老實 只要你能拿著經過棒 我們就能看你 不耍我們也願意看你 當時那個 不是有一個記者採訪 說你最大的願望什麼 我說我老了以後 給吳承恩先生看幕去 去看幕去 去看幕去 那我記得所有人 跟他講西游文話 那您家不要了 後來我呢 對呀 您老伴不要了 我肯定跟著我太樂了 那您愛人這麼多年 一直只能跟你聊跟孫悟空有關的話題 不能聊別的嗎 他愛看外國片子 我愛看我們國家的歷史的片子 他看完 一會兒休息我看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太 我特別愛這個人 但這幾十年 我只能跟他聊孫悟空 聊修記 互相影響 比如說我 我不太愛看那種高科技 什麼美國那些片子 像星星人 星球崛起 這就我看 因為跟猴子 哇猴子 這個大場面看 他就跟我講 他說你要看 我們聊的也就挺高興 也差不多 我看看 艾仁有沒有什麼 我愛人 你愛人 說來 這就我的意思 來 親愛的來 鱸魚有約的節目拍完了嗎 今天你得幫我上菜場買一點最基礎的菜 基礎的菜 我都記不出來 一買一塊薑 買兩顆蔥 還得飽滿一點的 再買點西紅柿 四個 要圓的 好了 今天就買這些 您的小眼神要蒸大點 紅 一個薑 兩個蔥 四個圓的西紅柿 走 咱們走 這是節目組的小禮物 謝謝 感謝 感謝 謝謝 謝謝 其他任何的社群就不管吧 做菜都是她 她咱們有阿姨 那您現在在上海什麼的 還有親戚嗎 各個姐姐都在上海 都還在上海 少姓也有各個姐姐 張老師在這兒 挑什麼呢 大西紅柿有沒有 老闆要一根蔥 兩根蔥 兩根蔥 一個薑 大蔥在這兒 大蔥這個還行 還真不懂 一個薑 兩根蔥 這個薑太大了吧 薑 飽滿這個薑飽滿 這個被切過的 切過 那是蒜 張老師 這也太乾杯了吧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行 先按你說這個 四個西紅柿 西紅柿沒有啊 西紅柿 在外邊 我們買幾個西紅柿 圓的 你挑你覺得哪個好 它就要圓一點 就圓的嗎 我之前辦事特別的聽話 圓的 圓的 行 好吧 謝謝 好老闆 兩個蔥 一個薑 四個西紅柿 多少錢 她的腰腳 你幫我們腰 屋裡腰的 你知道她是誰嗎 是啊 你怎麼知道呢 你看過是嗎 嗯 你多大 從小看 18 18 多少錢 謝謝一共多少 10塊 來 謝謝啊 謝謝啊 請我按照謝謝你 非常謝謝我 你挑的西紅柿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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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啊 你們好你們 你們買菜啊 我們在這裏做生意 好好好 再見再見 謝謝 謝謝 好 勝利完成任務 走 這挺好 有時候 飽滿 這小菜市場賣的新鮮 再見再見 再見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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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所謂的娛樂文化興起 傳統文化失憶 這是一個偽命題 因為你要用一個發展的眼光 放在時間的長河當中去評價去審視 傳統文化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歷史的考驗 有幾部戲能夠像八七版《紅樓》 或者那版《西遊記》一樣 這麼多年之後還在看 還被人傳送 還在被人想念和熱愛著 自己努力的方向 就是希望以後一千萬觀眾新聞中 只有一個沒有啊 成本本豆豆奶 贊助播出 鱸豬有約一日行 提醒您稍後更精彩 鱸豬有約一日行 提醒您節目正在繼續 本欄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獨家冠名播出 感謝3158 創業信息網的大力支持 創業找項目 登陸3158.cn 鱸豬有約一日行 邀請您下周三晚 繼續收看精采節目 感謝新浪娛樂新浪微博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Zacker新闻客户端 去头条 黑鱼APP 碰相APP 模范声 范娱乐对本节们的大力支持 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获取本节们的更多信息